晚餐時間帶您來看台北這間專賣滷肉飯的餐廳 這個老闆娘被稱為是便當界的大S 她支持青年級生的呂怡婷 因為是家中的長女 所以說她放棄了自己的空姐夢 接了家夜 每天就窩在廚房裡炒上60斤的滷肉 那麼靠著在住商混合區租店面打響的名號 據說一天可以賣出350份的便當 左手包便當 右手搖滷汁 她是呂怡婷 今年32歲 清秀甜美模樣 被很多人稱作是便當界的大S 因為是家中長女被迫拋棄空姐夢 接下家夜讓她一開始超排斥 好像有點放不下姿態 就覺得說有點丟臉 就覺得大家都可以穿很漂亮 為什麼要在這裡做 心中有千百個不願意 但是還是得拼下去 肥滋滋的豬肉完全不含瘦肉 下鍋先爆香 逼出層層豬油再加入糖 油 蔥 醬油來回翻炒 每天要炒上60斤 就算鍋子再重 呂怡婷也不假他人之手 我們是全部豬皮 那豬皮上面有很多的豬毛 然後所以爸爸都很細心的挑 靠著乳肉加分 一天可以賣出350個便當 願營收70萬 但物價高漲時代 還是不得不精打細算 小黃瓜可能燜久 它就變黃色 就不好看賣相不佳 所以會配一兩樣豆腐類的 這樣會讓便當看起來比較好看 靠當季蔬菜省成本 店面地點挑選也很重要 可是住宅就會有點 就是說中午的時候 就是上班族都吃飯 然後我們會有點 就做不到這一塊的生意 為了輕引客人 店面選住商混合區 人潮較聚集 淡定周路一帶 便當都是50元起跳 但這裡動輒近百元 挑戰不少 大概掉了三成油 後來就是 慢慢的客人就覺得說 好像我們的東西 的確用得比較好 然後客人就會慢慢 一直在回流 面對平價便當競爭 呂怡婷堅持用最好的食材 抓住客人的心 它是肥而不膩 我還蠻常來的 真的很好吃 不怕客人比較 要把觸角延伸到網購市場 要靠黑金乳肉 繼續滾出 滿滿黃金 東三財經新聞 蕭涵陳文堂 新北市報導